好 國民黨黨團總召 剛剛談院長副院長現在是總召 總召有書記長有副書記長 因為只有一個人 賴斯堡退出了 所以鼓掌通過傅昆奇當選了今天 另外賴斯堡說 總召跟傅昆奇選舉 我其實會贏的 但不希望黨分裂 影響政府院長的投票 另外朱立倫說賴斯堡有計量 為大局考量 傅昆奇也說 柯建民別跑 好戲上場 核爆還沒發生 另外傅昆奇說 不讓民進黨圈養的家禽家術當首長 部會首長不能用家禽叫狗啊貓啊來幹 另外傅昆奇說 柯總召不要照顧得到 柯建民就酸 傅昆奇說 講大話沒用了 光講大話 他說 好 那麼蔡清昌說平常心看待啦 什麼民進黨的家禽家畜當部會首長 我們看一下 這愧靠真的戰力十足 國民黨立委傅昆奇也是准總召 不滿被民進黨萬年總召柯建民隔空開槍 我的思路絕對不會 傅昆奇完整啦 傅昆奇不要抱武平和好不好 也不要講大話 恰恰 大家都遇得到 傅昆奇也回敬他這句話 這次陳俊以後 馬上大矽交上場了 我希望柯總召不要走 雖然收督會丟 我們的堅持就會奮戰到底 沒有辦法可以商量 也讓民進黨不再用圈養的家禽家畜 來擔任這些所謂的首長 還沒就任先展現攻防證數 來 大尉 我這樣子 因為事實上在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兩邊都有認真拉票 他大概就是用中間委選舉的模式 這樣子在從議會系統這樣子拉 那我就用我的系統在拉 也包括我過去很多學生 現在在社會上一定的地位聲望 還有大學的校長幫我再拉 什麼之類的 最後我還請出了馬英九前總統 也幫我拉票了 也幫我拉票 事實上電話也打得一二十通 反應都很好 可是因為就在越靠近投票 我就接到越多的聲音 其中最後就是有一個關鍵的 電話打給我 那個是現任的立委 他有指標性的 他告訴我說 寶哥 我們現在都很痛苦 因為兩邊都拉得很兇 關係都是用不同的關係來 跟我一個人的關係 可能三四個關係來 我們都希望能不能夠 就不要投票 大家去協商 看誰先做 誰後做 這個反正就是主席 朱主席常在講 這個是一個輪流工作 今年不做 明年做 明年不做 後年做 這一位的立委 很誠懇的告訴我這樣子 這個聲音我在 就在他給我打電話的前一天 我也接到陸續的訊息 其他地方也接到這樣的聲音 所以我就很認真思考 大概思考了一兩天 我才做這樣的決定 那雅宇宣我講說 你知道說算不過 我不選的時候 第一個打電話給我的是 先任總召 曾明忠 他打電話給我說 思考兄 你就贏了 你什麼不算 他跟我這樣講 他肯定我會贏 旁邊有一些認為說 我不會輸 怎麼票算一算不會輸 除非黨中央一下子下令 部門區統統跑掉 除非這個事情發生 除非這個事情發生 除非 因為朱主席公開講 他不介入 我當然相信他不會介入 所以到後來真的決定就是 那一通的關鍵性的電話 我覺得說那我就放手 反正主席常講 今年不做 明年做 明年不做 後年做 這個是服務大家 做班電 服務大家跟院長 副院長不一樣 院長一下子他代表國家的門面 我常常站起來說 當小黨編 當書記長 是什麼 是小弟 做小弟的工作 一定要服侍大家等等的 大黨編是小小弟 那種東西就是更加的說 我們國民黨的習慣 國民黨DNA跟民進黨不太一樣 我們外面就覺得說 為什麼民進黨動員都全員到齊 國民黨動員全員到齊 好困難 我就記得那時候 我當大黨編的時候 我們六十四席 然後那一天到了六十席 我高興要命 馬總統 馬英九總統 還打電話給我 你們今天出席怎麼樣 我說六十 他好高興 六十 六十就好高興的 這個你就知道我們的DNA 是這個樣子要動員人 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黨編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下次只給你們三十二 三十三席 原因就是選民看到我們 當你選那麼多的時候 你沒有用 沒有一下子教訓你 不給你了 燕秀本來想選對不對 後來怎樣 沒有 我覺得黨內 這真的是服務性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黨內可以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到最後的結果 它就是一個民主機制的結果 大家不同的聲音 不同人出來競選 但是對外我們都還是團結一致 今天中午其實 我們有開黨團大會 開了將近一個半鐘頭 有針對於政府院長選舉怎麼投 然後分八個小組 大家 寶哥是我們控制台北這一組 我們都要亮票給寶哥看 要跟著他走 所以每一個縣市都有一個組長 然後確認大家不會投錯 而且整天都要待在立院 一個辦公室裡面 我想黨紀 不管有沒有黨紀 我覺得團進團出 我覺得我們要對 國民黨要對所有的支持者交代 這是必然 這也是一定 但是傅昆琦所講的 也凸顯出過去八年來 所有在野黨不管是實力 或者是民眾黨 對於民進黨不滿 所有的議案都是黏壓式 無論是公投 一利一修修法 能力水利會的修法 全部都是黏壓式的 所以柯建民也好 我覺得現在整個民進黨 要學會要怎麼去溝通 我覺得不好聽的話不用講 我覺得傅昆琦講的話 稍微有一點點重也不需要 我覺得接下來重點是 你每一個議案就是要拿出來的功能 民意想的是什麼 所以主要團體 他們關注的內容是什麼 你民進黨為什麼不支持 或是我們為什麼反對 我覺得我們都要對社會大眾交代 這才是關鍵 而且不是說用打架的方式 現在其實關鍵 五十一 五十二票 民眾黨關鍵八票 大家都要對外交代清楚 就講了一大堆 跟我們今天晚上觀眾想要知道的 一點關係都沒有 阿寶哥講的那些話 什麼大愛小愛 大我小我 幸虧你聲音沙啞 要不然大家都聽懂的話 也不能接受 我跟你講 這是同一天剛才你講的 我們立島一月份的國政 你沒有提到的 你提到蔡英文 這是政黨支持度 就選完以後 正常這個政黨支持度的變化 正向減負向 這個換最後一行就好了 民進黨沒有什麼差 上升了0.5 民眾黨也沒什麼差 掉了3.1 你看國民黨掉了19 為什麼 好 為什麼 當然他們又查原因 我下面有一個 有一個我的猜測 大家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很重要 這一張圖你看 這是主席 這是江啟臣對不對 這是韓國瑜 這個是傅崑琴 那時候你還沒退選 傅崑琴站在這裡 這裡怎麼不是阿寶哥 那我請問大家 如果 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要選院長副院長 所以把他勸掉 所以這樣子 那我請問大家 如果站在韓國瑜這個位置的 是江啟臣 站在這個江啟臣的位置 是李越秀 然後站在這裡的 就是傅崑琴的另有其人 我跟你講 如果那四個人頭 跟這個四個人頭不一樣的話 這一段期間這兩個禮拜 國民黨的聲望的下降 恐怕不會是這樣 但是既然 所以那天晚上我睡不著覺 我幾乎掉眼淚 我想國民黨怎麼是這樣 我是在半睡眠狀態中 就說國民黨真是可憐之黨 必有可恨之處 既然搞到這個關係 所以我在半睡眠當中 罵進國民黨所有的人 甚至包括你在那 罵我幹嘛 因為你是國民黨 最有希望的改革者 竟然一句話都沒有講 你對得起嗎 所以 我要講錯 所以我覺得活得死得 天上的靈魂 地下的惡鬼 通通加在一起 跟我同樣有這種天地正氣的 大概只有孫總理 就我們總理 你知道嗎 所以但是我人不一樣 我老了 我畢竟老了 我進入睡眠的時候 我以為我這個怒氣不會消除 我會延續到禮拜二 來到你的節目發作 我甚至我認為我會站起來 已經發作了 我會站起來演講 你如果把我說拉下來 我會跟你吵架 但是沒有 我電視一醒來 就算了 我人變了 我覺得說是我老了 還是我現在想通了 我覺得現在的關鍵 既然是這四個人 那就要看 這個人跟這個人 這個已經不重要了 這個是韓國瑜 讓他來陪陣 來稀釋這一邊的色彩 大家都喜歡說 我喜歡講神奇 我告訴你這四個 這個是純喉羅朗 這三個裡頭 有一個半是外省人 有一個半是客家人 為什麼半個半個呢 因為他是半個外省人 半個客家人 這裡頭有一個純客家人 一個純外省人 不是嗎 我跟你講 國民黨就是要這樣 國瑜為什麼呢 像純粹像他這個 哎呦 溫文如雅無露營 要等到純粹的 本省人可以起來帶動全國 競選總統而當選的 十七位到 江啟臣沒有可能的 最高義嘛 也有這個 這個你不要看他 他現在的問題是南部 就是說形象不好啊 這個負面的聲量不好啊 但是只要他們知道 自己的缺點在哪裡 好好幹 就以後四年的立法院長 那個位置上坐的韓國瑜 如果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說他不一樣囉 然後跟我講的 就是國民黨同時改革的話 未必沒有希望 但是他們兩個如果 我是有點懷疑說 六七十歲的人 能夠改變性格嗎 我一向相信十四歲以後 個性就不會改了 那如果沒有改 那兩個人繼續老樣子出來的話 那我跟你講 這中間這個傢伙 他擺了六個本省的 不分區的委員 去當當地的主委 就做下兩年後 這個縣市長選舉 如果這兩個就席沒有改 不管你知道國會搞得 轟轟烈烈 這六個完全沒有希望 甚至你二零二六 二八 盧秀燕要選總統 有沒有希望 所以你們兩個現在既然 已經很到家 夠狠 夠敢 位置得到了 好好看 好好看 國民黨 就看你們兩個人的本事 沒想到人家 報告 有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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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